你真的不认识燕龙渊 萧枫 你凭什么来质问我丐帮帮主 虽然你说的燕龙渊 全某从未见过 可是我们丐帮上下 都知道他是杀害汪帮主的凶手 你别想将燕龙渊 跟我们丐帮帮主牵扯在一起 混淆视听 千管清 萧枫 你和丐帮全无瓜葛 只是萧蒙得到消息 燕龙渊将丐帮控制在手 并且想要搅乱中原武林 因此才来询问你们新人帮主 你这个辽贼还要挑拨离剑 大家看 萧枫带着一群辽人武士闯入中原 一定是有所企图 不错 邵氏山下一定藏有更多的辽人武士 只要他一下山 定会率领辽人武士杀上少林 将我们一网打尽 恐怕大家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萧枫 已经是大辽南远大王 大辽半数兵马 全在他控制之中 他日率领大辽千军万马南下亲送的 肯定是此人 你们说 我们还能放虎归山吗 虎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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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在聚贤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是谁杀害了我们十几个武林高手 就是他 昔日的乔峰 今日的萧大王 虎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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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丁春秋愿意替中原武林 除掉这辽贼 除掉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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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公子 刀剑无眼 不知道你愿意助辽 还是愿意助汉 刘大侠 虽然你我二人相交不深 但是却彼此欣赏 可是如今大义当前 我区区姑苏慕容妇 只能领教阁下高招 就算今日我败在你的掌下 也算是为中原武林 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好 慕容公子果然是深明大义之人 敬佩 敬佩 公子现在必须受懒人心 以为己用 慕容公子 我大哥和你无冤无仇 你怎么能成人之危呢 何况当初大家冤枉你的时候 我大哥不惜性命出面为你作证 如今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 如今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 好啊 端公子 倘若你真的不服的话 那就请出来赐教吧 你 一帝 人格有志 肖母 绝不勉强 大哥 一帝 大哥 暂时不能和你痛饮虚咎了 你暂且推开 我们兄弟俩 总会有重聚之日 到时再不醉不休 大哥 大哥 我们当初结拜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不求童年 童月 童日生 但求童年 童月 童日死 如今大哥你有难了 小弟我又怎么能 袖手旁观呢 玉帝 你的心意 大哥心灵了 但他们要杀我 也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你还是先行退开 免得大哥连累累 也连杀神之后 大哥 小弟说什么也不会离开的 大不了我们兄弟二人 一起雪剑邵世山 表哥 你看看段公子 为了他的一个结拜大哥 都已经不顾自己的安危了 表妹 表哥 这位萧枫萧大哥 我见过几次 他为人豪迈 胸襟宽广 那一次在杏子林 他为了帮你作证 马大元和克百岁 不是你所杀 还被丐帮的几位长老 所误会 可他仍然威武不屈 后来 他为了宽容几位长老 宁愿自流鲜血 为他们洗净罪过 表哥 你能不能看待 萧大哥曾经帮助过你的份上 别说了 难道你让我放过他 放弃这匡妇啊 非也非也 公子安 好了 今天各路英雄豪杰都在 都知道萧枫 曾经为我洗刷过冤屈 没错 我很感激他 不过今日大势所趋 我慕容副当然要匡妇武林正当 没大宋除害 表哥 够了 若妹 不要再说了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为大宋 为中原武林 尽我的一份责任 我在这里 就是要匡妇正义 你不要多嘴 善到一边去吧 大哥 你看 连王姑娘都知道你为人正派 有心想帮你了 我又怎么能 起你于不顾呢 小弟我 定要与大哥 同声共词 好 哪有你这个兄弟 我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周兄弟 你看 肖风是一条好汉 我太玉儿 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儿啊 公子身上 留的是大理断氏的血 此人和您一样 重情出义 说得好 说得好 好兄弟 撩嘴 少说废话 拿命来 走 三位前半 各位英雄 我少林寺玄慈方丈 有事要和萧施主求证 等事情说完之后 萧施主会再出来和大家相见 请各位先休息片刻 玄慈方丈有事找我求证 到底是什么事 事到如今 难道你们少林还要偏袒这个撩人狗贼 宣慈大师德高望重 恩仇分明 应该不会做出什么糊涂的事吧 各位 我方丈师兄吩咐下来 此事重大 务必请萧施主一见 还望各位英雄看在我少林的份上 海涵 各位 怕萧峰才是我们大宋的敌人 何必要为难少林寺呢 今天我们要除的是萧峰 身为武林泰斗的少林寺 绝对不会与我们大宋为敌 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 对 少林寺绝不会骗探聊贼的 我们相信少林方丈 三位大师 请 多谢慕容公子 萧施主 请一步殿内说话 有劳大师 大哥 我跟你一起去 好 有一帝陪在我身边 我就放心了 请 请 方丈师兄 萧施主来了 萧大侠 可还认得老呢 什么啊 迟老先生 莫非迟老先生 就是玄辞方丈 好 真的 真的是玄辞方丈啊 难怪当日 萧峰觉得五位大师 都很面熟 那 玄渡师兄 也就是渡先生 玄旨师兄 也就是楚先生 那孙先生 也就是在下了 原来如此 对了 当日的五位长老 还有一位金老先生 到底是哪位高僧龙 金先生 就是玄难师兄 他已经被丁春秋 杀害了 是萧峰罗马 不该肚子 阿弥陀佛 萧施主 当日 我们答应你跟阿珠姑娘 一定会告知你身份的 可是 闻之 聪慧善良的阿珠姑娘 已经先行而去了 阿弥陀佛 原来大哥 之前是在寺外 见到几位大师的呀 可你们为何 乔装改办去见我大哥 段世子 你有所不知 当日玄苦师弟被害 我们查到的是 被一位掌力高深的人所害 一掌击到他胸口 震碎了五脏六腑而死的 是啊 我想起来了 萧施主的降龙十八掌 也是凶猛刚毅的功夫 于是我们五位 就化妆成俗家弟子 直追天台山下 才与萧施主相逢 是 是的 我们施展不同的五步 与萧施主对长 确定玄苦师弟 绝非是萧施主所杀 我与萧施主是最后对长的 我当时用的是 我当时用的是 波罗长的一空到底 一空到底 不错 正当掌力全空之际 萧施主竟然也大空了 老衲如果是故作诱敌的话 萧施主就会被老衲 打死在山下 玄辞大师是少林寺方丈 德高望重 怎么可能会跟我大哥 耍那些阴谋诡计呢 可是当时 我们跟萧施主是邂逅相逢 根本就不会知道 我们的身份哪 对呀 当时我大哥根本就不知道 几位大师的身份 那这就说明我大哥功名磊落 宅心仁后了 义弟 大哥算什么宅心仁后啊 当时大哥心里 断定赤老先生 不是大讹人 我才会彻空掌力 萧施主 如果你不是一位 宅心仁后的大英雄 怎么会干冒生命危险 也不去伤害一位 素不相识的老人呢 不论是萧大侠的武功 还是人品 老那都确信无疑 萧大侠绝非是 杀害其寿业恩师 悬苦师弟的真凶 多谢几位大师 愿意相信萧峰 这就是所谓的 英雄肝胆两相照 如果当时悬辞方丈 在关键时刻 没有将掌力收住这么一室 那我大哥宅心仁后的一面 就不会被发现了 那段公子高看老那了 老那收掌是另有目的 另有目的 不错 老那当时突然撤空掌力 是想让萧大侠一掌把我打死 为你父母报仇 这 莫非 大师你是 萧施主 你一直追寻多时的 那个带头大哥 就是老那 是你 竟然是你 大哥 萧施主 我怎么那么笨 竟然没有想到 我早点看出端倪 阿朱就不会死 都是我 都是我害死阿朱 大哥你冷静一点 阿朱姑娘的死错不在你 当时你也是被蒙在鼓里 所以你千万不要太自责了呀大哥 萧斧早就该想到 能领导汪帮主 和中原武林的人 非少人莫属 只是此人 在萧斧心中 是个穷凶极恶之徒 没敢跟玄辞方丈 只等此爱 受人尊敬之人联想在一起 全白白地 断送了阿朱的性命 萧施主 老那只因听信了禅言 才读此大错 老那本来早就该死 请施主 出手吧 大师你 掌门师弟 师兄 为父母报仇 乃人子应该做的事 我未能及时言明 才使那么多人因我丧命 老那早已不想在这人世上 苟渡余生啊 萧施主 老那已吩咐少林弟子 日后绝不会再为难你 完成一段因果 既有此因便有此果 老那应当承受这一切 大哥 你可千万不能杀方丈啊 父母之仇 不共殆尖 这一仗 因为你无心人焰 才酿成燕门关外的惨案 为我爹我娘报仇 不得不打 你到底想知道 !!! 我杀你 二人 我杀你 我杀你 내가 她的 我杀你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施主 你这是 讨论小枫身居大师之位 一定会如此的 方丈行事俱行 没有半点违背了佛旨 是 阿弥陀佛 甘文大师 玄虎闻事 我义父义母 赵田孙等人 究竟是死于何人之手 老衲惭愧呀 那些人 虽说非我所杀 但是他们都是因我而死 老衲至今 都未能查到 凶手是谁呀 既然凶手至今未灭 萧枫此事 就不该罪假方丈大师 萧枫愚蠢糊涂 过去纠缠于恩怨之中 不能解脱束缚 以至于无辜之人枉死 此事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到时候 自当再向大师请教 萧始终 你要报仇 随时 可来取老衲的头颅 只是 今日 群兄要来取你性命 以你现在的能力 你就算武功再高强 恐怕也难以抵挡他们哪 不如听老衲那一句话 先去避避风头 然后再议 群兄之前 有少林寺 胆当 大哥 方亮说得有道理 天下英雄 是不会为难少林寺 立即 大师 我得到了消息 丐帮已经被燕龙园控制在手 此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中原武林大乱 趁机让大辽南下攻速 燕龙园 就是那个 撮合 辽夏联盟 杀害王帮主的那个人 不错 这个人天下搞得大乱 这目的究竟是为何呀 自古只有野心贼子 才盼着天下大乱 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力呀 伊迪说得不错 当然萧峰在巨贤庄 虽然是为了滋味保命 但毕竟杀人太多 如今 少林寺若将我放走 正好给了丐帮 一个挑起所有英雄 攻打少林寺的机会 到时候中原武林大乱 后果不堪设想 大师的好意 消防心灵吧 告辞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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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好爱爱我吧日子不多了没有不屑的话不败的方 约下许的诺言不过是一句话 让我感受不到是人还是家 看起你的头来看我告诉我你爱不爱 请你给我说个明白我默默的忍耐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我不能天天空等待 假如牵不到你的手我会把感情收回来 看起你的头来看我告诉我你爱不爱 请你给我说个明白我默默的忍耐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我不能天天空等待 请你给我说个明白我默默的忍耐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我不能天天空等待 假如牵不到你的手我会把感情收回来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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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ży中国